無論是基層還是中產的市民 當家人說有刊登病和財政的病人 藍症的時候 其實都增加財產 身生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們這段時間也都知道 除了錢之外 其實都有其他的制度和做資的問題都要解決 但是現在事實 刊登病和藍症的病人 其實在醫管局裏面 又或者在無論關愛基金裏面 都需要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去爭奪資源 所以我們覺得只有一個專項的撥款 才可以真正幫助他們 這個專項的撥款是可以支援 刊登病和藍症的病患者使用新藥 還有我們提出的 例如成立刊登病的資料庫 以及在香港兒童醫院設立這些培訓研究的工作 又或者去培訓更多的醫護人員 去認識這個刊登病和藍症的疾病提供 醫療的服務等等 其實在在需財全部都需要錢和資源才能做得到 所以我們希望今次我們的提出 可以得到政府的職業的回應 要去撥出一個本項 成立一個專項的撥款 今天陳正思思長有一個回應給我們 第一他們說他們十分之關注 對著刊登病和藍症的病患者 他們亦都相信政府是需要在配套方面去支援 所以我們覺得反應都十分之正面 我們期望在藍症預算案可以看到你的消息 我請梁美芬議員可以補充 我補充一點 就著刊登病的支援問題 我相信各個政黨見財爺的時候都有提出的 這次為什麼是跨政黨 我們跨黨派一起去見財爺呢 就是很希望這次如果在財政預算案裡面提到 關於刊登病的專項撥款 是能夠有一個長遠一點的打算 就是作為一個得證 在無論申請的那個病人支出那個媒難 或者怎樣引進藥物那個機制 我們知道都要配合不同的政策局 但是沒有錢就什麼都不行 那麼我們也都看到 財政司司長呢 他是很有準備 他其實就已經應該在他的策劃裡面 他的計劃裡面是會有這一項 但是是不是去到大家 他應該要有一個老朋友 突然間家裏 有一些年輕的子女 是患上病的 那他雖然是一個中產的家庭 但是呢 面對這些的困難 絕對不是因為背景有錢一點 窮一點 是怎樣才是需要政府的支援 他是個機制 就算他可能要請一個人去專門跟那些藥廠 去訂立一個好的一個價錢 價格上限 和怎樣引入的機制 其實這些都要由政府去帶動去改善 所以我就都很希望 我跟裁建消息長說 很希望是他們任內在這件事裡面 是推出到整個政策是一個用一個長短的打算 就不是說這次審一些錢下來的 我知道要花錢 如果你要用一個長期的投入 政府就不容易一開始是很容易決定到是不是這樣做 是不是每年都要這樣賠款 我們也都明白 但是我是希望他能夠這樣考慮 如果作為第一步起碼是一個足夠的第一步一筆的款項 是能夠以後可以是recurrent 就是可以繼續每一年去使用的時候 他再top up 他再給更多的錢 這個我們就沒有講到原理的管額 但是我們很希望當然是要超過我們個別黨派 去要求財政司司長那個數額 因為我們是認為各黨派這件事是值得做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層去見他 所以希望他那個撥款上 是有一個給我們一個長遠的規劃 多謝 補充一下 剛才其實去見財政司司長 除了我們三位之外 還有廖長江議員和麥美典議員 其實我們的代表不只是我們的政黨 而是整個建制派 跨黨派的代表 陳仔 您議員很重要 不過我只是想說 這個因為這個要求 就不只是某一個黨派或者某一位議員 而是我們所有建制派的問題出來 我相信政府都會很重視這個建議 那麼我期望他們在預算案 盡快提出他們的對策 以及撥出後裏的款項出來 是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其實有沒有預計過 其實撥過款項 剛剛說沒有說到具體是要求多少 其實你們覺得是需要多少 才說第一年足夠 其實我們都有探討過的 就是蔡爺就說 他們有很多的項目 其實都需要撥款 所以今天就可以說到具體的年華 我們都覺得可以給空間才爺去做 當然我們就提出 這個不是錢的問題 就是只是錢的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們真的很難幫到 韓建平和韓建平的病人 希望才爺鬆手一些 盡量可以增撥多一些資源 在這個專項部份上 我補充一句 就是有個別政黨 其實在他們建財時也提過 就說可不可以撥出大概 不少於10億 來支援這些 趕健病的病患者 但是我們很難說在這個時候 究竟是個文化會被 個別政黨提出來的更多 還是商量呢 我們當然當然希望更多 但是可不可以達到這個呢 所以我們都要給裁作一些空間 讓他去詳細研究 是嗎 謝謝 謝謝大家